Hello 今天是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听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蔚 美国股市周一全线反弹 金融板块领涨 道指一度回升超过了600点 那今天市场的投资情绪是明显好转的 显示出上周美联储鹰派态度引发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 不过市场仍在权衡美联储的鹰派倾向是否会意味着美元跌势的结束 因为现在来看 即便美联储明年开始加息 美国的利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同时市场的流动性依然过剩 这些都可能会继续给股市带来支撑 那本周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多位决策者都会发表讲话 相信能给市场带来更多的线索 另外 最近比特币监管风险不断加大 再度重创了加密货币的表现 导致相关股票也全线下跌 那开始正式分析之前 首先要感谢一下必备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必备证券是首家面向华人的免佣金美股券商 股票交易永久零佣金零平台费 如果你想摆脱高额佣金 零成本交易美股 必备正确一定适合你 片尾还有福利哦 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比特币等加密货币面临的监管风险是越来越大了 当地时间6月20日零点 中国四川加密货币矿场是被集体断电 这就展现出监管当局对于加密货币挖矿的打击是不断升温 一直以来 中国都占到了全球比特币产量的一半以上 但过去几个月 多个省份都在关闭矿场 这也导致了比特币全网平均算力相比5月13日 触及的历史最高点已经下降了近36% 而这个事件引发的热议还没有退去 今天又有新消息传出 中国央行在6月21日约谈了6家银行和支付机构 那这些机构是集体表示将禁止使用银行服务开展虚拟货币交易 监管风险的不断升温直接就导致了比特币价格在今天大幅下跌了 再度看向了3万美元的关口 从技术面看的话 比特币价格又跌回了3.9万至3.1万美元 这个一个多月的震荡区间 那现在投资者更关心的是 这次能否守住这个区间的底部 如果跌破的话 3万美元的压力就会很大了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恐慌性卖盘 而正好今天借着比特币的大行情 我们可以简单来梳理一下各种比特币相关的股票类资产面临的风险和机会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现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在股票市场中大概可以分成6类相关资产 第一类就是相关的基金 例如加拿大的BTCC这样的比特币ETF 美国的灰度这样的信托基金 也就是GBTC 都能很好的追踪比特币的价格 但是加拿大的BTCC这样的ETF 追踪能力会更强一些 也更加准确一些 所以如果想更加直接的投资比特币 又不想自己操作买实物比特币的话 就可以考虑这样的基金更加纯粹一些 那除了这类基金 后面五类都是业务和比特币相关的股票 因此存在比特币价格以外的运营方面的影响因素 可能会放大或者说缩小比特币价格的波动影响 而在追踪比特币价格方面的准确性 肯定不如刚刚提到的基金那么好 那第二类就是矿场股 这类公司经营的就是比特币的挖矿业务 他们需要寻找廉价稳定的电力资源 而考虑到成本问题 当前的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 是最常见的能源来源 而如果使用水电的话 需要根据分水期和枯水期的季节性变化 而将矿机的算力动态的进行转移 这就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那美股中具有代表性的 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就是MiraSum 股票代码是MARA 还有就是Riot 股票代码是RIOT这两只股票 那根据刚刚说的经营过程中的风险 矿场股是会显著放大比特币价格的波动性的 而且受到政策监管的风险也是最直接的 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讲 中国的监管加强 暂时可能会对MARA和RIOT这两只美国的矿场股 带来一些竞争方面的帮助 像这次消息传出来之后 他们的跌幅是远小于比特币的跌幅的 而第三类相关资产的就是矿机股 这就属于是矿场股的上游企业 但他们的风险在当前环境下 说不定会比矿场股要更大一些 因为参与比特币矿机生产销售的公司 在当前环境下需要面临着中国打击挖矿活动 挖矿难度上升的技术挑战 以及芯片短缺这三重风险 除了打击挖矿活动以外 矿机公司还需要大量的研发支出 在挖矿难度上升的大背景下 需要去提升矿机的算力 还有就是在当前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下 主要代工厂能够分配给矿机的芯片产能是有限的 这些都会导致矿机股的成本攀升 从而压缩他们的利润空间 同时考虑到比特币价格波动巨大 而且很频繁 矿机公司需要很强的能力 去协调产能和销售周期 需要做到的是 尽量赶在比特币价格的上升周期内多出货 否则一旦错过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这类矿机股 关注度比较高的 就是中概股中的一帮国际 股票代码是EBON 以及嘉南科技 股票代码是CAN 当然还有第九城市 NCTY也是属于这类股票的 第四类就是大量持有比特币的公司的股票 其中包括了像MacroStrategy MSTR 特斯拉 TSLA 还有就是Square SQ 这样的公司 这里面最典型的应该就是MSTR 那根据他们官方今天公布的最新消息 在最新买入了13005个比特币后 他们现在已经拥有超过了10万个比特币 相对于一家企业级的软件公司而言 多少呢 有一点不务正业的感觉 但由于这类公司呢 本身有一些其他业务能够支撑基本面 整体呢 受到比特币波动的影响 就会比刚刚提到的矿场和矿机股要小一些 尤其是像特斯拉和Square这样的公司 自身的业务很强大 而且发展前景还不错 只要持有的比特币规模不是太极端的话 是能够有效对冲掉 所持有比特币资产带来的波动性的 那第五类呢 就是支持比特币交易的公司 典型代表就是PayPal和Square 未来呢包括像一些银行和支付机构 也会计划陆续支持比特币交易 因此呢都属于是这一类的 其中由于PayPal呢 并不直接持有比特币 因此相对来说 受到比特币价格波动的冲击就会很小 当然了 风险小所带来的相关回报也就会小一些 比特币价格大涨的时候 虽然能够带来一些提振 因为交易活动也会更加的频繁 但是幅度肯定不会像 直接持有比特币的公司那么大 所以适合那些追求稳妥一些 又想在一定程度上 多多少少和比特币行情 有点挂钩的朋友考虑 那第六类就是独一家的比特币交易所 也就是刚刚上市不久的Coinbase 那这只股票呢 之前和大家分析过多次了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它们相对来说呢 波动性整体会小于比特币 但由于现在的大部分收入呢 是来自于比特币交易 因此目前和比特币价格的关联性 依然是很高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 波动性大的含义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涨的时候可能涨得更大 跌的时候也可能跌得更惨 所以在比特币上涨的过程中 会放大波动性的股票 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但下跌过程中 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损失 但没办法 这就是想要高回报 自然需要承受高风险的道理 那目前的环境下呢 矿场和矿机股的风险是最大的 其中矿机股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 而持有比特币的公司 只要不是持有的规模过大 本身业务表现还不错的话 比特币价格带来的风险就不会太大 而支持比特币交易的这类公司呢 虽然说相对风险是最低的 但风险低也就意味着 一旦比特币开始上涨 能够获得的利好也会小一些 所以总的来看 只要不是特别激进的 或者说风险承受能力特别高的投资者 在比特币价格不是单边行情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来回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最好呢还是不要碰那些 会放大比特币波动的股票 那明天我们就将迎来 多位美联储高官的讲话 分别就包括了像美联储主席 纽约联储主席 克里夫兰联储主席 以及旧金山联储主席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们究竟会如何解释之前的鹰派态度 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加息前景 又有什么样的预期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感谢一下CMCMarkets 和必备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扫码或通过简介区链接 注册开户必备证券 即可获得独家20美元体验金 不入金就能实盘交易美股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一下 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 已经正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 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 谢谢大家